朋友们好啊 2021年的11月15号 星期一 我们开始今天的话题 我们今天先说什么呢 一个朋友 跟我调侃 说这个都说 这澳大利亚对中国多么不好啊 但是有一个事呢 做的还是不错的 说这个 就在日前 说30多个国家 已经宣布了从好像 下个月吧开始 就不给予中国 最惠国待遇了 但是呢 事实上还有三个国家 还没有撤销 中国最惠国待遇 其中一个国家就是 澳大利亚 他的调侃让我想起了这件事 前几天呢 有这条有这条新闻 说这个欧盟 英国加拿大等 32个国家吧 好像从12月1号开始 就去开始取消 对中国的 这个最后国待遇了 那么这个事呢 怎么解读呢 这网上网下呢 也不少 看到了一种论调 是说什么呢 国内的 主要是国内的大陆 一些个朋友们 很多人认定呢 说这是西方国家 响应美国的号召 一起围剿中国 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吗 这不就围剿中国吗 是不是 不少人是这样的结论 那事实上 是不是呢 这个 现在在美国 有一对夫妻 程晓农和这个 何清莲 对于这两个人呢 这个 他们的自由化的主张呢 你怎么看 可以有自己的观点 但是何清莲这个人 这个女人 我上大学的时候 知道这个人 当时写现代化的陷阱 那是很有名的 当时的一本书 应该说 这是一个 很早就已经 很有建树的 这样的一个女学者 至于她后来的政治观点 什么这些东西 我们另当别论 我今天还恰恰就看到了 何清莲 一篇文章 写的就是关于 32国 取消对中国的 这个 最后国待遇这件事 他的解读 我觉得呢 还颇有些道了 那么呢 分享给大家 他的中心的意思 就是中国已经不是 20年前的中国了 20年前不就是 加入 WTO的时候 那个中国吗 他说 今天的中国 已经不是20年前的中国了 何清莲是这样说的 他说呢 中国目前呢 大致回到了2001年12月份 加入WTO之前的 贸易状态 美国呢 事实上已经取消了 对中国的最惠国的待遇 那么从12月1号开始 说这英国 加拿大 欧盟 土耳其 乌克兰 什么列治登 等32国 停止对中国 实行贸易最惠国的待遇 那么通盘算下来呢 和这个中国 2001年入市之前相比 去年美国取消了 香港的特别关税区的待遇 中国呢 失去了一个对外贸易的 重要的视窗 但是呢 还保留了 三个国家 还给予最后国待遇 就是挪威 新西兰 和澳大利亚 这三个国家 那么呢 有一些评论 据此就认为说 中国已经被打回了 加入世贸组织 之前的这个原型了 说中国势必呢 在这样的形势之下 将会四面楚歌 日子将会不好过了 但是何行连女士呢 不这么认为 她说呢 这个 这种说法 其实是对 现实的 一种误判 她说是 时事一野了 中国已经不是 二十年前的中国了 美国也好 欧洲 也罢 今天的欧洲和美国 也不是二十年前 那么风光的 美国和欧洲了 她说在考虑到 美国国家安全顾问 沙利文 这个前一段 接受CN采访的时候 对中国的表态 说这个拜登政府 必改变中国为目标 那么 何行连认为 说取消最后国待遇 这件事 对中国的打击并 没有那么大 大家想多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他说 中国入 加入WTO TO之后这二十年里面 积攒了 相当的国力 他说中国对32国的表态 比较淡定 就是消息传来 中国的反应很淡定 说中国为什么能这么淡定呢 这个应对这件事呢 说中国的底气就来自于习近平总结的 说是东升西架 总结的说 中国终于可以平视世界了 说这是中国的这样一个底气的来源 说北京呢 这个八月底 向联合国气候峰会提交中国关于减排的计划的时候 就已经知道了 欧盟准备让中国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 欧盟认为你中国不是发展中国家了 你没那么穷了 你不都宣布了吗 习总不是已经在天文宣布 你正式进入小康社会了 你不属于发展中国家了 欧盟早就要把中国划入到中等发达国家之列了 那么呢 作者认为事实上GDP总量全球第二 人均GDP超过了一万美元了 这个时候的中国也确实不太好意思 继续待在发展中的国家里面 然后继续伸手接受其他国家对自己的照顾 他说更重要的是中国加入WTO 想得到的利益基本上是如愿以偿 说当初中国加入WTO之后经济快速的起飞 有一些个资料统计 他说2001年中国的GDP总量 1.34万亿美元 占世界GDP总量的4% 18年后2019年 中国的GDP总量呢 是14.28万亿美元 占世界GDP总量的16.27 28 这个样子 那么他说呢 这一数字就显示中国国力的增长 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加入了WTO 很大程度上是我说的 他说是得益于加入WTO 好像只有加入了WTO之后 中国都国立财 这个是这个不绝对的啊 不能这么这个多归于加入WTO 20年中国人民的奋斗 中国人民20年里头为加入WTO 和加入WTO之后 这个中国人民付出了多少血汗和努力 和新来认为在全球1.0版本中 中国确实成了中心的国度 几方面可以体现出 第一呢 发展中国家 中国是最大的引进外资国 累计设立外资企业数量突破了100万家 这是第一个数字 第二个数字 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世界第二大进口国 第三 中国是世界资源国家的最大的买方 尤其是美国的这个页岩油 改变了全球石油供应的这个格局之后 俄罗斯 中东和其他的石油生产大国都争相的 这个笼络中国 中国是买种 大买家 新冠疫情之后 石油价格大跌 中国的石油订单更是决定中国 成了这个这个牌局里的大王 是老大大家都得求着他 第四方面呢 他说是2020年末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到了2.3万亿美元 仅次于美国和荷兰 中国超2.8万家境内的投资者 在全球189个国家和地区 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4.4万家 覆盖全球80%以上的国家和地区 年末 境外企业资产总额7.9万亿美元 在联合国中 中国已经成功的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 包括世界卫生组织等等 变成为自身利益服务的工具 这个说法可自商榷 他说 有这四大数据 四大方面 就可以认定中国现在已经成了中心国度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美国欧盟取消中国的最后国待遇 确实是争取主动权的一种选择 那么中国呢 也自认有足够的资本 与美国和欧盟在关税问题上讨价还价 这也是中国的底气之一吧 说据中国海关 11月7号公布的统计资料 今年前十个月 中国进出口总值 31.67万亿人民币 同比增长了22.2% 其中出口17.49万亿 同比增长22.5% 进口14.18万亿 同比增长21.8% 比2019年同期增长了21.4% 贸易顺差3.31万亿元 这是人民币啊 同比增加了25.5% 东盟 欧盟 美国和日本 依次为1234大贸易伙伴 其中 中国对前三大交易伙伴 都是贸易顺差 对东盟 顺差 4485.11 增加了6.6% 对欧盟的贸易顺差是1.04万亿 增加了38% 中美贸易总值3.9万亿 增长了23.4% 对美贸易顺差2.08万亿 增加了18.9% 只是跟日本的这个贸易呢 中国是逆差 前三个都是顺差 跟日本是逆差 逆差是1822.5万亿 增加了47.8% 他说此外呢 中国的外汇储备十月份 自今年七月份以来 在十月份首次出现了增长 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 十月底达到了3.218万 一美元 3.218万亿美元 比九月份增加了0.53% 略低于八月底的 3.232万亿美元 那么呢 他就要得出结论 说这种互相依存的外贸关系 就是中国和世界 中国和这些主要的 世界上主要的这些大的经济体之间 这种互相依存的外贸关系 美国欧盟也是难以割舍的 这就是中国 这个 淡定对待 然后呢 这个 所谓32国 取消最后的代价 也是底气之一 就是彼此互相 经济上绑得太紧了 割也割不掉 不光是我们勾调 你就是美国 欧盟 你想跟中国 切断这个联系 也是不可能的 也不可能 那么呢 他认为 估计中国对欧盟和美国的关税 今后大概会采取 对等的单边谈判方式 就是你免我的 我也免你的 你加税 我也加 就这个 那么美国 欧盟 对待中国呢 仍然是过去二十多年来 边合作 边对抗的方式 那么 作者呢 结论是根据 四十年的经验 最近这四十年的经验 中国有足够的自信 取得各国的 关税的优惠 就是这事不一定是坏事 只不过以前 一揽的 你都 我发扔中国家 我穷 你们都给我最后代价 就不用 一个个谈判 那么下一步是这样的话 那下一步就得 该跟谁谈判 就跟谁谈判 谈判了 就双边的 就谈呗 对等原则 然后中国有自己的 这个硬实力 是不是 中国有 这 齐全庞大的 强大的制造业 在这做后顿 那么 就谈呗 不 最后这种结果 不一定 不一定就对中国 博利 也可能 针对某些国家的 这样 这个单边 谈判 可能 结果还恰恰相反 那么他就说 他说 这就说什么呢 就说 对多国取消 中国WTO 待遇这个事 千万不要 把它看作 是西方国家 是对中国的围剿 人家只是 觉得你中国富了 你事实上 已经不是 发展中国家了 发展中国家 不是的话 往前走一台阶 不就中等发达国家吗 你就自然应该 进阶子了 应该到这个 中等发达国家 这个序列中来了 所以呢 很自然呢 我就取消了 这个 这种最后国待遇 或者是一些 一些以前曾经有过的 20年中间 曾经有过的 一个援助 那也希望结束 将中国 视为发展中国家 的关税优惠 这是很正常的 那么以后 大家就回复到单边 或者多边贸易谈办 那么文章最后呢 何秦来女士认为 事实上没有 永久的朋友 没有永久的敌人 中国加入WTO 就是这句 名言的最好的 注脚 说中国呢 没有加入WTO 之前世界各国 都非常乐意接纳 尤其是美国 为此设想了 通过WTO 促进中国民主化的 美好前景 曾经有过 这样的说法 说当时 为什么呢 柯林顿 说在最后的 这个关头 中美贸易谈判 加入WTO 谈判最后关头 柯林顿拍的板 说什么呢 说柯林顿当时 有一个愿景 就是希望呢 让中国 加入到世界 贸易组织之后 在这个过程中 你来着之后 在今后的这个 整个的这个过程中 然后 同时促进你国家的 民主化进程 他说但是呢 中国进入了之后 各个国家才知道了 中国这个新成员 和他们一开始 这个设想的 不太一样 这中国的能量 本事 跟他们一开始设想的 不太一样 但是呢 也无可奈何了 因为毕竟加入起来了 如今事过了20年 终于觉得不应该 再让中国享受 发展中国家 受照顾的待遇 重新要回到2001年以前 那种单边贸易的 这种谈判关系 那么今后的 西方国家面临的 真正的问题是什么呢 是如今 中国的这个贸易伙伴 已经不是当年的 无下阿盟了 应付起来 远比当年 要让大家感到吃力 这是何秀连女士的文章 供大家参考吧 因为也始终有一种声音 说这个 中国加入WTO这20年 瞒天过海 这个 特朗普不就有这说法吗 是不是啊 好像中国加入WTO之后 这个过程 这个然后这个 闷声发大财 大家都忽略了 没想到中国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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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修战道 暗度陈仓 然后把自己 一夜之间 把自己搞得这么强大 然后让美国的国家利益 受到了多么大的多么大的损害 所以特朗普 他那部就说 不能再持续了 这种东西 然后我们就 要开打 打贸易战 我想只有中国人 有良心的中国人 会客观的看待中国加入WTO这个事 中国加入WTO这20年 确实经济上飞速发展 确实 这是事实 第二 不要忘了这个飞速发展 这个后面 是中国的劳动人民 20年的血汗付出 血泪付出 我们付出了多么惨重的代价 我们自己知道 当然了 没有不付出代价的这样的进步 我们认 我们接受 我们毕竟经过自己的努力 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从这个 逼人的角度来说 和很多朋友们共同的 我们大家共同的一个愿景 一个愿望是什么 就是 财富多了 那么 这么大的蛋糕 在分配上 能不能 更人民化一些 好 分享到这 谢谢大家